前面是一个巨大的 调节的电动风挡 尺寸跟导板的RT非常像 下面大家听见 这个里面 左侧 左侧 右侧 右上车 右侧和右下车 是它的路线行车灯 也是要一地点 还要一地点 仔细看一下它的进风口 左侧有三道进风口 右侧有三道进风口 下面是它巨大的水箱 下面是它巨大的水箱 前它是大直径的双叠沙 双叠沙 然后简正是马主席的 可以看见 马主席的简正大家可以看见 鲍鱼的刹车 鲍鱼的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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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都可以看见 可以看得清清楚 下面有它的下铺杆 发动机下铺杆 看在这里 中间有大车 这是它的一级化的转向灯 一级化的转向灯 这一款颜色是宝蓝色 是一种深蓝的金属漆 深蓝色的金属漆 这边有电箱铺板上面有它的路口 T2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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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得见 下面发动机 Logo C Moto CF 大车 脚踏 一盒换单碗 咱们看上面 这里是它的后视镜桥结位 可以看见 和汽车一样 电动 电动桥结位 左右上下都可以 后视镜桥结位 这边是电动桥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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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设计有一个很箱的地方 它的桥桥结位 它两个价位差不太多 就是中国取向不一样 咱们继续看 中间有个巨大的 但是没有通电 没有通电 所以咱们是看 现在看不到内容 你知道的 这个尺寸特别大 油箱盖上面 也有它的CF 中间是它的 无钥匙启动 无钥匙启动 左侧有一个小储物盒 小储物盒 小储物盒里面有USB 原厂的USB 右侧也有一个储物盒 同样的位置 右侧储物盒 咱们继续看 咱们看 它的坐垫比较宽大 比较宽大 材质比较柔软 也比较适合长足齐 后座也是 比较适中 原厂带边箱 原厂就要带边箱 再来两个尺寸的巨大边箱 有锁止机关 大家可以看到有锁止机关 锁止机关像这种 它是侧边开启的 关闭的 十寸 看起来也比较大 它是一个按钮式设计 按钮式设计 上面有锁止机关像 下面是它的牙筷 后红插 轮胎大家能看得见 后台190的 后台 咱们昨天来看后台和后台 你摆在尺寸 实际效果 咱们得尺寸了以后才知道 中间和两侧的后台 转向灯是一体化连接的 也是要一体化的 尺寸比较大 效果目测起来也比较好 后货架原厂子弹 大家可以开的 原厂子弹后货架 尺寸比较大 后期应该可以加装一个 尺寸巨大的微镶 排气站右侧 尺寸也不小 是一个大直径的双口 双口排气 右边的叠沙盘 门天是马吉斯道 马吉斯道 可以看得见 现在可以看见他的 LED大屏 看得见 已经接通电源了 赶快往前面看 可以看见他的 接通电源以后的 亮度还是很高的 清晰 而且支持中文 支持中文 绕一样 绕一样 绕一绕 绕一绕 看速度表 水箱 内温 锅里 马鸟 冰冬 罗氏 电压 也有的 尺寸 一定有的 尺寸 可以 很高 看 看 这 这 都是 这 这 这是 这 这 带 半米 老半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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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午五十斤 中文字幕——YK